而臺北市有一對情侶當街吵架 女生要分手 搭計程車要先走 男生不願意 場面鬧得很難看 警方到場處理 卻被男生飆髒話 還怒罵警察有牌流氓 了不起 甚至動手推延 被起訴侮辱公務員 而執行員警後來也原諒 只要罵人男子鄭重盜竊 再捐五萬元做公益 就同意和解 遭到上銬的男子 不只管不住嘴巴 也留不住女友 警方來到臺北市東區的案發現場 因為一對情侶在這鬧分手 女生想要搭計程車先離開 男生為了把他攔住 所以吵起來 最後的疼愛不是手放開 鬧是男子僅跟女友不讓他走 在忠孝東路四段 要攔車閃人並不難 遠景協助女生先離開 沒想到公卿便釋主 張姓男子還嗆 不是警察比較了不起 警察就是有牌流氓 檢方已侮辱公務員罪起訴 嫌犯身手推遠景 另外涉嫌妨害公務的強制罪 但檢察官認為不算是明顯 積極的攻擊 也不足以影響警方執勤 被分手男子因為辱罵警察 法院判拒役二十天 原本要繳罰金兩萬 兩名知情員警 開出和解條件 好好道歉捐五萬元 給公益單位 他都配合或判緩刑 兩年內別再鬧事 犯罪記錄可以跟感情 一樣歸零 記者劉松林無上線 拍報道